今晚的NBS在前幾天聊完星球季的賽程 今天要聽聽不同年紀的學長學弟 來談談星球季的展望 沒錯像是公路的小李飛刀 De Miller就在播客秀上面 談到有關轉隊之後的行徑變化 對於他來說更是職業生涯的一大難題 小李飛刀De Miller去年賽季從脫荒者 被交易到公路 與希臘怪胎Yanis Atokunpo聯手 這前後場超級球星的組合 被視為是聯盟的奪冠大熱門 卻沒有想到季後賽第一輪就被淘汰 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尾令許多人失望 談及從交易到磨合的過程 小李自己也認為是相當困難的課題 但這次是第一次我會進入 我們可以贏 我們可以贏 經過一年磨合調整 相信自己的狀態調整到位 戴爾展望新賽季重拾伸手 帶領球隊衝擊總冠軍 而同樣面對新賽季相當期待的 還有雷霆超級中鋒 卻轟滾 上個賽季與天才壯業 比特文本壓罵的新人王競爭 讓全世界的籃球迷都盡情樂道 他對新賽季沒有任何 新人王的寶座 但他的表現絕對是無庸置疑 新賽季也會持續打仗伸手 對上剛從奧運徵戰回來 經驗更充足的文本亞馬 會不會更激發他的鬥志 也打出更迄近的表現 向世界證明自己也是聯盟的未來之一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接下來看到柔道女王 連真琳跟正姐妹吳嘉穎 是一起出席了有關 日常歧視相關言論的議題 跟大家分享要如何面對這些問題 好 兩位國手也在現場分享 在巴黎奧運結束之後 目前最近的備戰計畫 巴黎奧運國手柔道女王 連真琳和正姐妹吳嘉穎 一同出席日常歧視 一點都不輕微的記者會 提到臺灣權後林玉婷 今年在巴黎奧運碰到性別風波 還能頂住壓力拿到金牌 兩人都相當佩服 也很開心林玉婷 沒有被這些聲音打敗 是真正的臺灣英雄 最大的還是網路媒體的部分 那其實在奧運的比賽場上 運動選手的心理素質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然後像玉婷 她有這方面的 就是算是抵抗力嗎 就是這可能也是 我們要像她學習的地方 吳嘉穎也透露 因為身材比較嬌小 常被大家質問是不是運動員 而連真琳說到 在東京奧運結束之後 大家也都說她年紀到了 該退休等等言論 面對這些話語 他們也大方分享自己的挑釋方法 其實我個性我會 人家越講我 我就要越做給你看 所以其實在亞運 在東京奧運比完之後 其實我真的有被講 你這個年紀人 你還不趕快退休去當老師 那你之後要幹嘛 所以其實我聽到那句話 反而加深了我 好 我就是要繼續練 不然其實那陣子我是很遲疑 有沒有要繼續甩的 所以這些騎士的話 其實是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很多人都會說 你看起來不像運動員 你長得這麼矮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對啦 就是大家可能 刻板印象裡面就是 要可能瘦瘦高高 然後就是 可能有肌肉嗎 就是才像個運動員這樣 但是其實 對 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運動員 兩位選手都用場上表現 回應那些質疑以及歧視的話語 談到生涯的下一步 吳家瑩短期目標放在二零二六 名鼓亞運 長期則是二零二八年 洛杉磯奧運 至於連真凌 校舍最近只想先休息 等九月回日本跟會社討論之後 再決定是要回到臺灣 或者繼續在日本打拼 採訪報導 好 接下來看到我們 未來歡送的福利 抽獎贈送霍爾的移動城堡 重製版的電影票 來看看誰是幸運得主 吉普利工作室最賣座電影之一 霍爾的移動城堡 迎接二十週年 重製版重返大螢幕 而經典電影的重溫時刻 未來沒有錯過 設定舉辦抽獎 贈票給各位未來的粉絲 新聞得主也相當期待 能夠進到電影院回顧童年 我平常就很喜歡看電影 對 像這次抽到 就是我們未來的贈票 有什麼感想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開心很幸運這樣 然後可以看這個經典的重現 對 我說非常感動 但其實移動城堡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了 對 所以裡面在演的東西 我沒有特別的印象 但是我也是 屬於很喜歡它的音樂的類型 對 歌很好聽 然後整個劇情就是 反正那麼從小就很喜歡這一部 對 然後就一直很愛看 就是他這個劇情 然後畫得也很漂亮 此外現場還邀請到 行男爸爸 嘉宇以及藝人祖松到現場 跟帶他一起觀賞 霍爾的移動城堡重製版 還有Coser扮演電影中的 經典角色超級吸睛 每個人心中都有宮崎鑿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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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鑿 每個人的童年都有極樸力的陪伴 經典的電影也值得一看再看 重返大螢幕 讓各位影迷 將最難忘的螢幕 永遠珍藏心中 我來體育台採訪報導